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渡 人老了能依靠谁呢 该如何养老呢 今天我在西湖边采访了几位 好多本地人来听听 他们是怎么说的 以后怎么养老呢 我们养老最后等于设计 子女们不可能等于设计 他们有他们的负担 是不是啊 他们压力也很大很大的 你想想他们 一个孩子 是个老的 是是是 他们他钱不来管你 那钱比方说 你年老退休终于退休金的 那是生病要靠他们的 生病他们还要出一点钱 他们要拿出来的 怎么够啊 不够的 是不是 地方住个院 还有人照顾呢 他们一个人怎么来照顾你 他们要上班 还要逛自己的孩子 你你收蔬菜 那么就把你放在医院里 把你亲个保姆 保姆怎么贵 那谁来照顾你们呢 保姆了 真亲保姆 亲保姆了 亲保姆的话 要2600到2700 一个一天 挺贵的 那这一 这一是 两个六十块 不像两个七十块 哎呦 还要给他吃菜中饭 他的饭要你吃 就是在医院看 看完你医院吃饭都要你负责 你个病人 比如说我老头子 他住院的时候 住院的时候 我们年纪大了 我也吃不下 吃不下去管他 小孩这么要上班 真的亲 真的亲一亲保姆 难怪你们老年人是怕生病 生病发觉是很大 一个医药费呢 又带兴师 一个嘛 生病服侍呢 要成保姆 是是是 受不了 那你们 现在你们 是经过了 现在你们年老是单独住吗 我们单独住的 不跟子女一起住了 不跟子女一起住了 有病要叫他们了 有病叫他们 做化疗警察 现在要做化疗 要叫他们了 你们年老将来 有没有打算跟子女一起住啊 子女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了 这是不可能的 他们两个人 等于是 他们还要找出班 还要上班 还要奔波养自己的孩子 哎呦是 也不容易 小学大学中学都要培养他们 是是是是 还要奔波 我要送来送去送 是他上有老下有小 照顾不来 你们这一代最苦的 是是是 那么的 那我就问你们 你们如果你们两个 将来腿脚不变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去养老院啊 去养老院工资不够的 我们 养老院工资又不够了 我们的退休金全都交进去 一分钱都不用 都不够 都不够 那你们愿不愿意去养老院 你愿不愿意去养老院呢 养老院是现在的 最好国家工资 弄工资不得 就是国家帮你们 弄去养老院 你们愿不愿意去养老院呢 愿不愿意去养老院呢 愿不愿意去养老院 你去养老院呢 我们的养老院的人都这样住的了 听说的 没去过 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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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内心还是不太愿意去养老院呢 不愿意去的 那你们将来怎么办呢 请保姆啊 我们也想找一个好的 保姆要请不起 请保姆又请不起了 现在这里还做的保姆6500 6500一个月 吃你的费你的 那是的 应该你们俩退休8000块钱 6000块钱 我就怕就怕老来怎么办 走不来怎么办 是是 开闭也看不起 那你吃吃的政府已经 已经给我们一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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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 没有政府给我们加工资 我们没怎么搞得退休 说实话 你们表面上看 就是你们俩的工资也不低 8000块钱也不低 本来不算低的 所以中等的 可是为什么 住养老院住不起 起保姆又起不去 看病又看不起 哎哎 就是三千大事 是啊 那么你想孩子 孩子也苦的 也苦 他们的找工资不稳定 那对不对 对不对 那你们将来怎么办 腿脚不变的时候怎么办呢 有没有想过怎么办啊将来 想不起 后一天算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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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想法 没什么想法 那看到你们的意思 你们最终将来还是靠自己 不是靠自己吗 他们自己的孩子 还要长大 长大 还要套老婆 生孩子 他们还要管他们 嗯 哪个人来 有这个精力来管我们 是 我们想也不想了 想也不想了 想也不想了 最求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把我身体好一点 医院里少跑 少跑 自己能换 能换一天算一下 挺乐观的 那就没办法 没办法 不是孩子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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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们压力太大了 他们压力真的大 一个孩子的压力真大 就没有时间来照顾你们 我们没有给 你们也不再怪他 不再怪 因为他们 我们也没给他们 也没有 老祖宗以前有怎么摘摘 我们也没摘摘 工人又怎么摘 没摘摘的 老祖宗以前也摘摘了 是是是 我们没摘摘了 他们这样已经 对我们已经很好了 很好了 很满意了 很满意了 我想了 我有个笔钱 我这个车钱 我这个房子都分开 你车钱 我有个女儿 一个儿子 你车钱好 你车钱你有钱了 我三套房子 你三套房子 三套房子 跟我女儿套 儿子一套 还有套 我卖掉 为了这个钱 我给儿子 现在我 我儿子买了一套 买一套 我一起住 哦 那大爷呢 你肯定不缺钱了 我确实不缺 缺钱肯定不缺了 钱没用啊 那你将来是打算怎么养老 去养老院 和请保姆 还跟儿子住一起啊 跟儿子住一起 儿子 我这个儿子 洗我很好 很好 对你很好 对呀 很孝顺的 我现在还是满足满意的 啊 女儿子也住在旁边 对对 女儿子也是个四一带公园 那您现在是单独住 还是跟 我跟我自住 自住 跟老伴一起住 我老伴没有了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现在自住 生活上都能自你 我现在还可以自你 我现在七十九岁 那我就请问你 你不能自你的 走不到的生理怎么办 走不到是他 哎呀 这个东西不要想太多了 又不想 不想太多了 不想太多了 你们都不想是他 不想了 现在可以吃 吃下去吃 吃 跑到洞就跑 活一天算一天 算 你们都是这些 没办法的 我根本没办法的 现在没办法的 听完他们的叙述 大概就知道了 养老也需要一大笔消费啊 所以趁年轻啊 还是要积累 大量的财富啊 到老了才有一个好的养老方式 大家觉得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关注 感谢支持 拜拜 下期见